跑过去站在眼睛上 对对对对 就这个样子的 你站在那个旁边是吗 好的 你怎么那么逗呢 好的 棒棒的 对就是 但是如果是电脑来去做这个虚拟背景的话 它好像是需要那个i7的处理器才可以 就苹果的i7 我是i5的 所以我电脑是不行的 我一直在想着我背景 我可以搞成一个 就比如说我在讲这个frankenstein的时候 我后面来去搞一个frankenstein站在我面前 这样的一张图 找个怪物 对吧 然后或者是讲这个 就是讲任何东西的时候 我旁边都可以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来 对吧 这个就很帅气了 OK 好那我们 我看看啊 我们现在是有三个人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反正我这边是一个 呃 录屏的一个状态啊 就是 嗯 我们的聊天什么东西都是录不进去的 但这个录屏的话呢 就是可以回头给没有时间过来听的人来去分享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课程 对吧 是不是关了 啊 什么 不能关 不能关 你开着多有趣 对吧 开着视频 然后 呃 还有这个声音也不需要关的 正好我们可以来去看一看这个内容 那你有没有提前来去下载我这个课件呢 并没有 刚吃完饭跑过来 嗯 好的 就是一个临时过来的状态对吧 我们看到还有这个Temo 还有 呃 我们还有一个iPad 没有起名字 这个iPad是吧 OK 那我们就开始吧 呃 首先的话呢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诗歌 呃 其实呢 一个呢 是美国的中考 对吧 SSAT 还有这个 IE 呃 RSEE 对吧 这么两个中考的这样一个考试的话呢 考高中 对不对 然后他是会去考到这个诗歌 呃 这样的一个文学方面的这样这样的一个题材 对不对 呃 然后呢 SAT2 就是SAT的这个subject 然后他如果考文学的话呢 也会涉及到诗歌的内容 所以呢 呃 我整个在我们的这个文学的这个课堂当中 我会设计这么几个环节 然后其中一个环节呢 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诗歌的环节 呃 除了诗歌之外的话呢 我还会设计这样的一个小说 呃 小说的一个赏息 类似于这种阅读俱乐部的这种感觉 然后呢 还有这种 类似于 呃 IB呀 或者是AP的这样一种文学课 呃 然后还有一种呢 就是专门针对这个SAT1里面的 这个小说的选文 这种应试类的文学课 但是我们今天的话呢 就不会去太做应试方面的这种 呃 学习 我们主要是来去赏息这种 英美诗歌的美 对不对 就是因为大家从小到大的话呢 可能是呃 读了很多的中文的诗 读了很多的英文的诗 可能一部分 对吧 但是呢 究竟这个英文的诗怎么样来去赏息 或者 不管这个是中文还是英文 这个诗歌 我们应该如何去赏息 可能这个 这个方面的话 大家了解的不是非常多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来去 一起来看一看 对吧 基本上 你像背诗这件事情的话 哈喽 基本上背诗这件事情的话呢 我们是 从小就开始背起来的状态 对不对 你就像我女儿 我女儿的话 我带她出去玩 然后 她就会来去 看到这个小池塘里面 然后有一颗红豆 对吧 然后就会在那里说 这个红豆 深南国 春来 发几枝 对吧 这种状态 然后 我儿子的话就会看到 那个柳树 就会什么什么 避玉装成一树高 对吧 万条垂下绿死韬 对不对 好 那 我刚才说的那个 把它怎么叫的呢 五颜律师 对 没有律师 来 我们先说是五颜 对吧 这个很棒 先说是五颜 五颜呢 就是一行 五个字 然后呢 我们还有这个七颜 对不对 好 七颜的话呢 就是一行 七个字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 接下来我们再回头 再去说这个律师的 这个情况 来 刚才我们看到 草莓妹妹 然后她说的是律师 是你说的律师 是吧 对 来 律师 律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它反而不是说 每一行有几个字的 律师对于每一行的 这个字数的要求 它是一个随意的 对吧 它要求的不是每一行 而是要求的是一个行数 这个行数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如果是律师的话 那我们是总共是八行 明白吧 那如果是 你比如说 我刚才说的这个什么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庄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对吧 这是我 我们家田田会去背的诗 这种四行的 我们把它叫什么 两个黄黎明翠柳 一行百路上青天 创寒西岭千秋雪 对啊 这种门博动万里传 这种诗我们把它叫什么 叫绝句 明白吧 绝句写成拒绝了 绝句 绝句是几行呢 是四行 明白了 所以你看 就是在中文的诗歌当中的话呢 我们也会有一些特定的词 来去称呼中文诗歌当中的一些 特定的一些规则 一些格式上面的规则 那英文也是一样的 中文我们有五言啊 有七言 对吧 然后有律师啊 有绝句这样的概念 对不对 OK 那我们来去想一想 就是英文诗歌 英文诗歌每一行 它的一个最小的单位是什么 中文诗歌每一行最小的单位是一个汉字 对不对 英文诗歌呢 每一行当中最小的单位是什么呢 是一个单诗吗 不可能 如果这单诗的话 我们单诗有短短的呃 对吧 有长长的alliteration 对吧 就像类似于我们的中文的汉字 有只有一个笔画的一 嗯 然后有很多笔画的 嗯 这个什么凡 凡体字的凡 对吧 就是这种样子 那比如说你像有些人 有些人他可能做作业的时候 对吧 写名字很轻松 那有些人写宋伟 对吧 然后有些人写朱玄 然后可能小学不是小学毕业啊 幼儿园毕业可能都写不出来 这个玄这个字 就很累 对吧 就是就是这种状态 对不对 嗯 所以不同的字 它其实是不同的笔画 那我们的英文呢 冷天乐呢 你觉得呢 我这个版面上有提示哦 整个这个版面上是有提示的 你可以看屏幕是吧 一个英节 哎 对对对 就是英文诗歌的话呢 我们是按照英节来去定的 明白了 就是一个英节 为一个单位 最小的单位是英节 所以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边看到了这个syllable 这样的一个单词 对吧 那然后接下来我把这个字条大一点啊 那我们说syllable的话呢 就是一个英节 但是 我们对应的是两个英节为一步 所以不是按照一个英节来算的 而是按照两个英节来算 两个英节为一个meter 就是meter 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来 我们来考虑一下啊 就是说meter这个词 其实冷天乐 我们之前是有学过这个 我当时还躲在那个教室的一个狭缝当中 来去证明自己减肥成功 对吧 想起来了 那我们说这个 就是我们当时讲的是哈利波特 对不对 好 那哈利波特当中 我们提到了这个哈利波特 他当时去救这个 rememberal 救那个记忆球的时候 从空中俯冲下来 去救那个记忆球 他离地面还剩 叫做 one foot from the ground he clutched the ball 对吧 就是离地面还剩 一个foot的时候 他clutched the ball 对不对 clasp 整个抓住了 clutch clasp 都是可以的 对吧 抓住了这个球了 对不对 OK 那这个foot是什么意思啊 英尺 对非常好 所以的话呢 在英文当中 米 这个词真的不太常用的 就是我们国际的计量单位叫做米 但是呢 真正的这个英文当中呢 我们用的是英尺 然后接下来呢 还有这个英寸 对不对 然后当时我们说 这个一英尺等于多少英寸呀 一个foot 等于12英寸 对不对 就你们记住我的身高就可以了 对吧 就是因为我是五英尺 十英寸 为什么我不是六英尺 就是因为 它是十二进位 而不是十进位的 对不对 五英尺 十英寸 高大的我 对吧 这种状态 那所以meter 在真正的英文的文本当中 它不是表示米的 那而是表示什么呢 而是表示格率 我们文学作品当中表示格率 当然还可以表示另外一个 大家现在经常用到的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测量的仪表 就什么东西呢 测量的仪表 对吧 你们现在经常用到的应该是 现在可能用的最多的是这个东西了 对吧 体温计 对不对 就是测体温的 small meter small meter 所以这个meter这个单词 我们还有这种 voltage meter 还有这个电压表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parking meter 叫做停车计价器 对吧 都是这样的一种仪表 所以的话呢 这个meter这个单词 不是表示米 而是表示格率 或者是测量的仪表 那我们现在文学上面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格率 而且这个格率呢 我们把它 它有广义的意思 叫做格率 一个大的概念 我们诗歌的这种 异扬顿挫 铿锵有力的感觉 就是因为这个诗歌是有格率 那除此之外的话呢 它还可以表示 一个小的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五言七言的感觉一样 它可以表示不 所以我们的英文诗歌有 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 七步八步 有这样的几个步 那英文诗歌有几步 中文诗歌有几言 就是这样的一个类比的关系 明白了吧 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来去理一下了 就是在这块地方 对不对 来 音节叫做syllable 这是音节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格率呢 叫做音步或者叫格率 对不对 叫做meter 叫做meter 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后面两个syllable 等于一个meter 那我们这个meter当中的话呢 就是 如果是一个meter 那就是有两个音节 如果是两个meter 那就是diameter 对不对 那就是四个音节 就是这样以此类推 比如说最著名的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sonnet 我们有听过这个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吧 十四行诗 就是有文化的人说 十四行诗 就是叫sonnet 而不是叫做 fulting lines poem 对吧 不是这样的概念啊 不是十四行的诗 而叫做poem 而是叫做sonnet 这样的概念 对不对 好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the summer's day 那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音节呢 我们可以写一下 对吧 我们把它写一下 shall I 对吧 然后 compare thee to the summer's day 来数一数有几个音节 一个原因为一个音节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the summer's day 这有珠璇 我能看见 有的人不看见 稍等一下 我来关一个这边的 有个静音 反正我等一下会记下来 谁上的 来我们来接下来下面的 有个艾特静音教育 好的 来放上来了 ok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the summer's day 对吧 这样的一个概念 有几个 shall 一个 对不对 I 两个 come 三个 pare 四个 Z 五个 to 六个 z 七个 sak 八个 m 九个 day 十个 十除以二等于几 等于五 对不对 所以这是五步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都是五步 而且它不仅是五步 不是不仅仅是这个pantameter 而且还是ambic pentameter 叫做ambic这样的一个词 这个读起来比较拗口一点 叫做ambic ambic pentameter 叫做五步一阳格 什么叫做一阳格 一阳顿挫 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个诗歌的时候 要设置成这种一阳顿挫的这种感觉 先弱后重的感觉 这个很正常 对吧 你就像我们中文当中 你去读诗 朝词白地踩云间 对吧 你不能说朝词白地踩云间 你也不能说朝词白地踩云间 就是这种rap yo yo check now 朝词白地踩云间 不可能 朝词白地踩云间 千里将临一日还 对不对 所以平泽泽平出来了 然后先弱后重出来了 然后这种每一行七个字出来了 然后总共四行也出来了 明白了吗 整个的这个格式 就是这种样子的 这个很好玩的 然后接下来 那么英文当中的话呢 也是有类似于这种 律师啊 绝句啊 这样的一个称呼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是在这儿了 我们说如果是四行为节 那我们就把它叫做cordae 正常一节诗 如果你是五行六行七行的 一节 那我们就把你叫做stanza 普通的一节诗 一段话 对不对 就像我们说一个paragraph 这种感觉一样 对吧 我们就把你叫做stanza 但是如果你是四行为一节了 那你就特殊了 就跟我们中文的诗一样 叫做绝句的这种感觉一样 对吧 那我也把你叫做 一个特殊的名字 叫做cordae 叫做四行为一节 这个cord和那个四部的 那个tetral 都是四的前缀 有没有看到 这里都是四的前缀 看到tetral和这个cordae 对吧 cordae 然后接下来呢 如果是两行为一节呢 我们就叫做couplet couplet 这个叫做对聚 couple吧 对吧 一对couple 叫做对聚 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的sonit 这个地方 sonit 它是 你看这个十四行 是怎么划分的 sonit的十四行 是等于四 加四 加四 加二 所以能不能看出来 它是由三个cordae 加上一个couplet 组成的 看出来了吧 所以是 它是由这个 a sonit 我们可以去讲 而且这个 我们必须要去强调说 这是一个莎士比亚的sonit 对吧 a Shakespearean sonit 不是随便的一个sonit 因为意大利式的sonit 是三三四四 而这个莎士比亚的sonit呢 是四四四二 对吧 然后接下来 consists of three quadrons and one couplet 它就是这样来去组成的 然后它的这个rime scheme 我们等会儿再去说 就是这里是指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对 这种概念 所以这里的quadron 还有这个couplet 就是我们讲的诗歌当中的 四行为一节 然后两行为一节 这种概念 然后接下来呢 格律当中呢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主要是以一阳格为主的 就是ambic 叫一个先弱 后重的这种感觉 先异后阳的这种感觉 那你觉得先异后阳是 开心还是不开心呢 开心啊 开心是吧 对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 整个的一个情绪 是一个上阳的一个状态 所以如果是阳一格 阳一格就是一个下降的 整个情绪是下降的 所以它就是一个这种 troll kick troll kick这样的一种情况 叫做阳一格 整个下降的话呢 表达的情绪是什么样的情绪 就是 比如说是一种 庄严庄重啊 或者是比较伤心的这种状态 明白了吧 这个样子的 然后所以一些什么晚歌 对吧 然后一些这种 比较庄重的这样 一种情绪的一种诗歌 它会用这种洋一格 但是更多的时候 我们还是以这个 一阳格的诗歌为主 这种样子的 OK 好 然后那我们就来去试一试吧 对吧 来去看一看 数一数这个诗歌的 洋溢和异洋 那我这边的话呢 我的整个的课件当中呢 是给大家推荐了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英国的诗人啊 还有这个美国的诗人 然后这边的话呢 主要是 一开头是一个美国的诗人 Robert Frost Robert Frost这样一个人啊 非常著名的一个人物 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诗人 然后这个诗人 他著名在两个地方 然后第一呢 那就是他写的诗歌 真的是非常的朗朗上口 因为他是追求是把这个诗歌 回归到整个的英文诗歌的本源 就是我也不要用什么blank verse 我也不要用什么free verse 我就是让这个诗歌 能够读起来 铿锵有力 朗朗上口 对战工整的这种状态 对吧 然后所以呢 我是用最传统的一种方式 来去写诗 这是Robert Frost的第一个特点 然后他会去描写 生活当中的一些平凡的 一些事物 对不对 好 其次呢 他还有一个更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是一个 大气晚成的一个诗人 这个人他是到了38岁 才开始正式写诗 40岁的时候 发表了第一部诗集 然后成名了 所以他就相当于是一个40岁 才刚刚转行做诗人的一个人 所以他有这么一首诗 叫做The Road Not Taken 未选择的路 我们可以体会一下 就是这个未选择的路 整个这首诗 和他其他的诗 有一点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在格律上 稍微有一点变化 我们就从刚刚学的 这个音节的数量来去判断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就是来体会一下 音节数量的不同 对于这个诗歌的 一个内涵的一个哄托 他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 来首先 刚才说的这个syllable 对吧 叫做音节 syllables 好那我们说音节的话呢 是一个原因 为一个音节 那我们说这个原因的话呢 我们有单原因 有双原因 对不对 那原因的话 我们有这个各种各样的 对吧 有这种短的 一 然后长的一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这个 啊 哎 这些东西的 我就不写了 对吧 然后还有这种双原音 我们有 对吧 然后有这个 爱 然后有 有爱 有爱 有这个 对吧 这样的一些 这些我也不写了 我就写几个代表 就可以了 OK 然后包括这个 哦和这个 war 都是有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来去数一下 这个里面的音节 首先第一行 the road not taken 对吧 two roads diverged in the yellow wood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and be one traveler along I stood 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 to wear it bent in the undergrowth 这个第一节 它是五行为一节的 所以它就不叫什么 绝句或者律师了 对吧 它就只是叫一个 stanza了 OK 这个第一个 stanza 我们来数一下 来一起来看一看 换个颜色 来首先 two这是一个原因 对不对 roads ou是一个原因 对吧 然后diverged 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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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有没有这个g的 这种情况 没有的 对吧 它这个 这个地方是没有发音的 in er yellow 这个地方是放在一起的 对吧 yellow 五的 OK 来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有没有发现没法整除二 这种没法整除二的情况 其实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 为什么 诗人一定是有作用的 一定是有目的的 就是诗人 它某一行 没有给你一个完整的运脚 或者是没有给你一个完整的 这个音节 完整的布 完整的一个meter 它是有它的一个用意的 我们来体会一下 整个这一行都是这个样子的 好 接下来看 下面一节 then took the other as just as fair 这是 air 对不对 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好 接下来 because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ear 现在有几个了 现在有几个了 我把它换成红色 这块地方 可能说数通一二 嗯 数一数 肯定是这里特殊呀 对不对 对 嗯 所以数一数有几个 所以我才把它标成红色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那就重新学一学数数 好的 来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有十个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十个是什么概念 呃 有两个那个 就可以整除了呀 对不对 十个就可以整除了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你看 刚才都是九 都是没法整除的一个状态 然后现在突然可以整除了 也就是说突然有一个完整的阴结了 嗯哼 对吧 那就说明什么 我们来去结合着这个诗的一个罕意 来去判断一下 来去体会一下 它在这里是帮忙 再去轰托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啊 我们来体会一下 首先一开始 我面前有两条路 对不对 然后我现在的话呢 我一个人不能分身变成两半 对不对 所以的话我只能走一条 对不对 比如说你选择在美国读书 然后你也想在国内读 你也想在美国读 你还想在欧洲读 你想在各种各样的地方读 对不对 但是没有办法 对吧 同一个时间只有一个我 对吧 我只能在一个地方 OK 两条路我选了一条 可能你面前有十条路 我只能选一条 对不对 我不能分身 好然后接下来 但是呢你在选之前的话呢 你站在这个分叉路口 这个地方 你想了很久 你去考虑说 我到底选哪一条 但是你的心中的感觉就是 我选哪一条都感觉 不是非常的 不是非常的这种 有closure的感觉 有这种完美的感觉 总是感觉有一点缺憾 所以我就给你半个音节 我就让你有这种缺憾的感觉 明白 9除以2 9除以2 我跟你除个4.5 我就不给你5 我也不给你4 我就让你有缺憾 然后接下来 什么时候让你内心有圆满了 你找到理由了 找到我选这条路的理由了 这个时候 OK 我说服了自己 我内心有一种圆满的感觉 有一种closure出现了 对不对 because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here 我的理由就是 因为这条路可以骑车去探险 就是可以探险 可以泛舟 可以骑车 可以探险 可以玩 对吧 因为这条路的话呢 是一个人际罕至的 然后上面有很多的杂草 然后想让我去踩一踩 where 一个磨损的这种状态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是我们通过这个格律 诗人通过格律 来去帮助烘托的一种情绪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再来看一个 来这首诗 你可以回去自己来去体会的 来我们再来看一个 还是这个Robert Frost 这首诗 这首诗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个 这个好大 是吧 Nothing gold can stay 其实这首诗呢 一开始是 你不要去看这个题目的 Nothing gold can stay 这个题目 你不要去管 就是一开始先是 出现了这个第一行 接着我们讲诗歌的一个特点 就是诗人 他一点一点的把这首诗 读给你听 或者是写给你看 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不是一下子呈现在你面前 他是一点一点的 呈现在你面前的 这样的话有一种 一张一页一页的这个画面 一点一点给你揭示 他想要给你传达的情绪 所以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个第一行 来 Nature's first green is gold 来数一下音节 Nay 这时候我这个还是用之前的颜色 蓝色对吧 正常的地方我们都是用蓝色的 Nature Nature 对吧 Nature's first green is gold 这话不假 对不对 我们中文也会说 春雨贵如油 对啊 那英文当中就有这个大自然的第一抹绿 贵如黄金 对吧 珍贵如黄金 就是金子 gold 他不是golden 而是gold 对不对 不是说金色 而是黄金 就是那个质地 对吧 最近金价确实还挺贵的 是吧 然后接下来 Her hardest Hardest Q to hold 他能够维系的 就是这是他能够维系的最难的一抹颜色 这一抹颜色是他最难维系的 最难hold住的 这一抹色彩 为什么 大自然第一抹绿怎么就这么难了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Her early leaves a flower 这个early 两个音节 对吧 Leaves a flower flower就是一个音节 对吧 加上这个ear 一个音节 那我们来数一下这里 这边的这个一抹 来我来换个颜色 就是这里的一抹s 和这里的一抹s 他们的意思是一样的吗 两个一抹s 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 一个是表示所有 就是所有格 对不对 一个是名词的所有格 对非常好 然后另外一个呢 第二个呢 就是缩写 对非常好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as 对吧 第二个就是完完全全是这个as的情况了 动词的一个缩写 那他为什么要去缩掉呢 让他应接 对 是的 是的你很聪明 对吧 就是为了凑音节 凑音节 所以你看 英文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推敲的一个过程 就比如说 你像那个甲岛的那个 升敲月下门 他不是升推 而是升敲 为什么是敲呢 就是因为他想体现出来那个 当时的一个寂静的感觉 这样的一个 我离得很远 我也可以听到那个咚咚 那个敲门的声音 一声 找名三更幽那种感觉嘛 对吧 就是什么 禅名 林玉静 对吧 我觉得这个名字挺好听的 就如果我们 在座的就是 谁家 谁 哪个男孩子啊 或者说 谁的另一半姓林的 对吧 我觉得起这个名字倒挺好的 林玉静 对吧 然后生个女孩子 然后叫林玉静 对吧 然后就是 有这个 叫做禅名 对吧 对吧 禅名林玉静 然后鸟名 禅什么 禅噪啊 不好意思 禅噪 禅噪林玉静 然后鸟名山更幽 对吧 就这种感觉啊 当然你这个冷天乐也很帅 对吧 happy的你 好 然后接下来下面啊 名字记住我的吗 对 就是你这个名字嘛 对吧 太 印象深刻 对吧 非常印象深刻 我觉得以后我们家田田的名字也是 很多老师应该都能记住的 就是我们家田田不是那个 冯亦为吗 对吧 就是好大呀 对吧 天文里面屈原说 宇宙那么大 我如何来去认识他 对吧 然后那我们那个 他叫冯亦为相 何以时之 对吧 我写下来啊 哎呀 老师你一样一样讲过这个 对对对 给你们讲过的 冯亦为相 然后何以时之 对不对 冯亦为相 何以时之的话 那我们 田田的这个名字 相 我把它给去掉了 对吧 我把相给去掉了 我就留下了一个 冯亦为的为 冯亦为 这三个字了 然后就 这个相是表示宇宙嘛 对吧 然后我们家田田就叫 好 好大呀 对吧 那以后老师就能记住他了 就是那个 哎 那个好大呀的 这个女孩 对吧 长得五大三粗的 那个女孩子过来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把相去掉了 对对对 就更奇怪了 来回过头来 回过头来 更奇怪的 我封一尾 来和 early leaves of flower 这样的一个词 对吧 这是 一二三四五六 还是六个 对不对 来我们回到这个上面来啊 然后接下来 but 对吧 就是 but only so an hour 对吧 还是 这个六个音节 对吧 only so an an hour 这个也有道理的 对吧 就是最早的那一片叶子 珍贵的像一朵花 你就想象 它 装点在这个树上的话 或者说植物上的话 这个叶子 它就像一朵花 它的一个装点的效果一样 对不对 但是呢 仅仅只会持续一个小时 也就是时间很短暂 对吧 好 那接下来 then leaf subcides to leaf 好 那这句话 我们可能就会觉得 有点奇怪了 对吧 你同样是叶子 为什么 我这个叶子就衰退成了 你这个叶子呢 这个subside 表示衰减 subside subside 表示衰减 表示减少 表示衰退 表示衰弱 对吧 都是可以的 对吧 那咱俩都是叶子 对吧 你凭什么说 我是衰减成你呢 对吧 我是衰减的你 对吧 这种状态 为什么呢 这两个叶子 有什么不同 体会一下 新业和老业 新业和旧业的 这样一个区别 对不对 是的 很棒 所以的话呢 就是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呢 新业就变成旧业了 它就不再是那种 最鲜嫩的那种绿色了 对不对 那所以 整个伊甸园 就是我们讲最完美的 那个地球的自然界 对不对 好 伊甸园就陷入到了 沉沦 Paradise lost 这种状态 对不对 就是失乐园的这种感觉 对吧 好 这个John Milton的 失乐园的话 在那个Franquistain当中 Franquistain创造了 那个怪物 他也读了这个失乐园 对吧 也读了这个东西的 所以你看这个伊甸园啊 这样的一个名词的话 在我们英文当中 其实是经常会出现 作为一个 经常出现的这种意象 对吧 这种狂的啊 叫做Eden So Eden sent to grief 然后接下 So Don 就是黎明 对不对 Ghost Don Don是表示黎明 那Don是表示的是 这个衰退 对吧 又是一个 Ghost Don 下滑的状态 对吧 Today 那这个时候 这个白天又觉得 不太公平了 对吧 凭什么 我就是一个 Ghost Don 的一个状态呢 对吧 黎明变白天 你不是说变成白天 而是黎明 衰退成白天 为什么 跟白天相比的话 这个黎明 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或者白天 有什么 这个不厉害的地方呢 不是一般白天 都是用来表现 光明的意象吗 对 白天是表示光明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诗 白天反而 比如说不懂夜的黑 或者没有黑夜棒 或者白天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特点 它和黎明 比起来还有什么特点 比如说你有没有去 看过日出 黎明 充满希望 充满希望 然后呢 关键是什么 不仅仅充满希望 那白天也充满希望 对吧 但是下午的时候 不是非常有希望 下午困 中午的时候也困 是比较安静的 这里强调的 也不是安静 我们整首诗 你看啊 一开始 它说低我率 它说只有一个小时 所以这里的down 尤其是 尤其是 那个日出的那一瞬间 比如说你像 我也去看过日出 但是我真正的 拍了照片的这个日出 只有一次 其他的几次都是 只是眼睛看到的 但是呢 拍了照片的 就眼睛看到 没有存在照片上 但是拍了照片的 眼睛没有看到 为什么 因为 其实就是那一瞬间 你相机捕捉到了 你眼睛就不会亲眼看到 那个太阳 蹦跃出来的一瞬间 那我要 保证这个相机的 这个照片的 一个拍摄的一个效果嘛 所以我不是在那里 录像的一个状态 而是真的是在 盯着看的一个状态 盯着手机看的一个状态 明白了吧 然后就等于稍微一跑神 然后就拍不下来了 对吧 或者说就看不到了 对吧 所以这个 Done这个词 黎明 尤其是日出的那一瞬间 日出江花红圣火 对不对 就是那个很漂亮的 那个瞬间的话呢 非常短暂 而白天的时间 是非常长的 所以很多诗人的话呢 他会觉得说 其实和这个 白天比起来 有很多东西 比白天更加的吸引人 比如说你像这个 Walt Whitman 他就写了这个 Night on the Prairie 里面就写到了说 我在草原上 度过了一个夜晚之后 发现 哇 原来的我只懂得白天 现在的话发现 夜晚也更加的吸引人 夜晚竟然更加的深邃 就是这种样子 然后他就把白天比作深 然后夜晚比作死 然后他那个时候 就有点想死的感觉了 就是向往憧憬死亡 而不是说害怕死亡的状态了 明白了吧 是这样的啊 来 好 这边都是六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 来 从六变成了五 从六变成五 他想去烘托 这个诗人想去烘托 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啊 六个音节 变成五个音节 也就是很明显的这种 trimeter 衰减成两个半 就是三步变两步 三步 不是 三步变成两步半 他是想去给你什么样的 营造出来一种什么样的效果 或者说 他想让你深刻的 身临其境的感受到一种 什么样的一种效果 缺憾 缺憾感 对非常好 就是缺憾感 就两步半 我就不让你走完 我就让你突然戛然而止 很多歌呀 很多电影啊 很多小说啊 他都是到高潮的时候 啪 戛然而止 让你有种缺憾感 尤其是这个歌曲 对吧 我们歌当中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像我比较喜欢的 这个男神的一首歌 大家可以回去听一听的 就是peer pressure 这是我男神的一首歌 我男神叫James Bay 所以我在那个豆瓣 还有在那个知乎上面 我的账号名叫做James B 我叫James B 然后我男神叫James Bay 然后他的这首peer pressure 这首歌就是 最终就是一个 戛然而止的一个状态 我写一下啊 叫做戛 戛戛戛戛戛 戛然而止 然后给你这种 意有未尽的感觉 让你体会出来 真的是美景意识 就是不假 对吧 说的有道理 真的是美景意识 让你深刻的体会到 这样一个美景意识的感觉 突然的收 说收就收 所以你看这首诗 我们来读一下 有什么声音 你再听这个peer pressure 对不对 我才反应过来 接位处 就是最后一句 I'm in it I'm in it 我沉浸其中 前面都说 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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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 结束了 然后最后 I'm in it 说收就收 就很帅气 对吧 然后你收完之后 你就发现说 哎呀没听够 然后最后变成了单曲循环 然后peer pressure 就在我的这个手机里面 就变成了单曲循环 就是这种状态 就超好听 还有我男生也非常帅 是吧 后面啊 那个我们来读一下 来体会一下 Nothing gold can stay 对吧 这是这个题目 我们把题目先给扔掉 来 Nature's first grain is gold Her hardest hue to hold Her early leaves a flower But only so an hour Then leaf subsides to leave So Eden sank to grieve So dawn goes down today Nothing gold can stay 感觉到后面就是 Nothing gold can stay 那你听完了之后 就是嗯有道理 你说的都有理 对吧 你说的非常对 就是这种感觉 明白了 OK 所以这又是这个 阴结的给你的一种感觉 对不对 来我们再来体会一下 另外一个诗 当然我们说这个 Robert Frost的这首诗的话呢 我在前段时间 这个疫情的时候 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 我讲的也比较多 这首诗主要是通过 这个嗯 一个是格律的一个变化 然后另外一个是 这种意向的一个变化 来去体现出 人和自然的斗争过程当中 这个力量的这样的一种 更迭 一开始是自然的力量 非常的强大 自然的力量是 带来了非常多的 这个就是在这里 大自然就是Sea 就是这个Ocean 就是Sea 然后Ocean带来了 非常多的这个 Sand dunes Sand dunes 沙丘 这个沙丘是什么 就是一个一个的坟堆 就是海浪 海啸袭来了之后 这个小渔村 就变成了 Buried in solid sand 就是没有淹死的人 也埋在了这个 solid sand里面 但是 人们不怕的 Man left her a shape to sink 我们可以给你一艘船 我们可以有损失 我们承担得了这样的一种损失 我们把comfort给你好不好 这种样子 我们把安慰号给你 安慰号变成安慰公主 然后把安慰号给你 Man left her a shape to sink They can leave her heart as well 我再给你的房子也行啊 但是 我失去了一些之后 我反而可以摆脱束缚 我反而可以更加的强大 这是这首诗 我们就稍微的介绍一下 就可以回头 大家可以自己来去看 来我们的重点 来去看剩下的 后面的 来去体会一下 这个格律 是怎么样来去体现的 看这个就是 惠特曼的这个 Night on the prairies 这是惠特曼的这个 Captain 对吧 还有这个 One self I seen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他的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也是非常应景的一个诗人 主要他很帅 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讲他 你也想说他很帅 对 就是真的非常帅 而且我们能够 明确的体会到 深刻体会到 这个男人 男人的颜值 很大一部分是靠 发量来去支撑的 看到吗 看到了吗 这个 这边的发量 就已经不太对了 是吧 但是他确实年龄也大了 美国诗人和 美国诗人 你看 就是美国诗人和英国诗人 怎么样来去区分 很好区分的 你看他活了多久 就能看出来 就是为什么要黑英国诗人 就是英国诗人 基本上都是活的时间很短 都是一个二三十岁就死了 雪莱 对吧 二十九岁 海难死掉的 对吧 然后 而且雪莱死了之后呢 就是 他是淹死的 他是海难淹死的 然后淹死了之后呢 大家把他的尸体 打捞了上来 打捞上来之后呢 然后呢 就去 把他尸体想去火化 对吧 就天葬了 火化 然后发现 竟然没法火化 尸体都烧光了之后 留下来了一颗心脏 心脏没有火化 知道为什么吗 就他的心没有烧 没有烧成灰 他的心是留下来的状态 心脏移植 不是 一直没有 没有这个效果呀 就因为他是 铁石心肠呀 就这种 hard hearted的这种状态 对吧 铁石心肠 不是的 因为他有一种心脏病 那个真 真实的原因是 因为他有一种心脏病 然后他是有 那个心脏的 那个钙化 他的心脏 有一种钙化病 所以的话 他的心脏 就是没有烧 没有烧坏 然后后来这个 就是他的朋友 就把这个心脏 留给了这个雪莱 他老婆 然后雪莱 他老婆 就是后来在 六十多年过后 死掉了过后呢 就是跟他的这个心脏 然后包括跟他的这个儿子 都合葬在了一个墓里 所以雪莱的话呢 就是和雪莱老婆 还有这个 雪莱老婆就是写 Frankestan的那个人 写这个科学怪人的那个人 明白吗 就是那个 把尸体缝缝缝缝 又是一个人的这种状态 对吧 我们以后有可能 可以去讲一下这一篇的 来 回到这边了 就是美国诗人脂肪 都是活到八九十岁 对吧 这个William Carlos Williams 是活了八十岁 对不对 然后刚才的那个 Robert Frost 这是活了八十九岁 对吧 而这个祭祠的话呢 英国诗人 对吧 祭祠活了二十多岁 二十四岁好像是 然后雪莱是活了二十九岁 对吧 就是大家活的都不长 对吧 还有这个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是活了四十多岁的 好像是四十多岁 还是五十多岁的 然后肺结核死掉了 而且还鸦片上瘾了 对吧 就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觉得抽鸦片 可以治疗肺结核 就不同时候的 这个医术 有不同时候的说法 对吧 现在大家还觉得 五纪能够带来 这个叫什么 新冠肺炎 对吧 就是这种样子 英国人认为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 那回过头来 这个里面 好 我们来看这个帅哥 写的这首诗 好 这首诗我们来看 他的格律 So much depends upon a red wheelbarrow glazed with rainwater beside the white chickens 看这首诗 很好玩的 来 首先格律 对不对 来 首先 So much depends 这是一个 diameter 这首诗很短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他这个格 就是一个diameter 然后但是呢 他的第二行呢 是一个monometer 看出来了吧 monometer diameter和monometer 这样的一个概念 upon 然后面 a red wheelbarrow barrow也是的 对吧 等一下 barrow 对吧 然后这里是upon 好 然后这边是少了 有没有看到 他是a 然后red 然后will 少了一个音节 对不对 ok啊 好 然后接下来下面 glazed with rainwater 好 然后接下来 besides the white chickens 看出来这个变化了吧 这里就是相当于 先是 die 先是我们说的 第一节是两步 然后加上一步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一步半 加上一步 然后又是一步半 然后又是一步半 加上一步 好 接下来最终又是一个两步 加上一步 能不能感受到 这首诗其实到了结尾处 是给你一个圆满的感觉的 对吧 他没有让你这个 有一种什么 戛然而止 意犹未尽的感觉 对吧 他给你满足了 对吧 是一个圆满的感觉 对不对 所以前后第一节 最后一节 是一个圆满的状态 没看懂他在说什么 没看懂 是吧 OK 那我们把这边给 这个红色的小车 都是漂亮 白色的鸡边上 他在干嘛 对 在干嘛 来我们来看看 这首诗其实是 这个帅哥 写的最著名的一首诗 然后呢 他是 异象派的诗人 叫做Imagism 对吧 叫做异象派 然后这首诗 我给你解释完了之后呢 你会发现真的是 非常感人的一首诗啊 就是现在还没有体现出来 感人的感觉 对吧 所以我们就说 很多的这个英文诗歌 包括中文诗歌的话呢 都是 如果你是野生的状态 去读的话呢 你可能读出来 就是不知所以然的感觉 对吧 你看不出来这首诗 好在哪里 所以你必须得是 家养的状态去读 对吧 然后我这边就是饲养员 对吧 再见 就是家养状态 你们就是我的家养小精灵 对吧 这种感觉啊 然后来 我们来去读一下这首诗 首先的话呢 我们说 因为这种异象派 异象派的诗 那他的每一首诗 都是很多的小的异象 这就是我们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他非常喜欢的一种方式 就是万物皆可诗 什么东西都能写诗 我只要是日常当 日常生活当中 平凡的小诗 我就可以来去写诗 所以我会有很多的 叫做imager 然后会有很多的images 会有很多的异象 好 那所以你来看一下 我们这首诗有几个异象 或者说有几个画面 或者我们这么说 对吧 我们再把它再说的 再简单一点 再通俗一点啊 就我现在要发一个朋友圈 对啊 我现在要发一个这个moments 朋友圈了 或者是我要发一个ins 对啊 那我配图 我印象拍的诗歌嘛 对不对 那我就配图 我给你画面 我不就是配图嘛 对不对 我配了几张图 这首诗我配了几张图 我有配图 我有配文 对不对 对 来 我配了几张图 可以说一大张吗 不是一大张 我应该 我配了好几张图的 那是 很多个印象 比如说 哭腾 老树 婚鸭 小桥 流水 人家 对不对 是很多 很多个印象的 对不对 可是那不是在一张图里吗 我可以给你一个一个特写 哦 那就三个 哦 不错 蛮好的 能看出来是三张图 对吧 哎 很棒啊 来看一下 三张图 好 所以这边就是三张图这种状态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说 这三张图的话呢 首先啊 第一张图 是什么颜色的 或者说主色调 红色 对吧 很棒 红色 对不对 哎 很棒 然后那第二张图呢 什么样主色调 没有颜色 对吧 它就是一个glased with rain water 上面 呃 说红色的小推车上面是什么 是挂上了一层这个水珠 对吧 雨珠 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吧 所以它就是一个 这种透明的颜色 对吧 透明的 嗯 好 然后接下来第三张图呢 是什么颜色 白色的 白白色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说 这个诗人为什么要去在他配的这个朋友圈里面是这样的颜色呢 这样的一个色调呢 也就是说他其实明确强调的就是一个红色和白色 而且我们William Carlos Williams最喜欢的就是红色和白色的 就是他最喜欢的颜色 他喜欢什么 可口可乐 嗯 白色 可口可乐 嗯 好 对吧 那我们来说说这个人的生平啊 嗯 就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 你看这么帅的一个男人 我们肯定要好好了解一下他了 对吧 他是双重身份 他是两个屁 第一呢 他是一个poet 然后他是一个poet的同时呢 他还是一个pediatrician 叫做儿科医生 啊 明白 他是一个儿科医生 他是Peterson 他住的那个镇子叫做Peterson 他是那个镇子上面的儿科医生 他一辈子从27岁开始行医 并且写诗 一边行医 一边写诗 并且他那个镇子上面 儿科医生还负责什么呢 还负责来去接生 就生宝 不是他负责生宝宝 他负责来去 这个帮别人生宝宝 也不是 这怎么说 就是接生你懂的 对吧 就是做这个 做这个叫什么 midwife 对吧 当然他是一个mid husband的这种状态 对吧 就是我们讲接生婆叫做midwife 但他是作为这个儿科医生呢 他是来去接生 然后呢 他整个镇子上面 他接生了 他一辈子接生了2000多个婴儿 所以他整个镇子上的人 就是平时见到他来说 Williams医生 Dr.Williams 我就是你接生的 然后Williams说 对的 你刚出生的时候 还尿了我一脸呢 对吧 这种感觉 明白了吗 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是一个医生 他的所有的诗 都是写在自己去看病的路上 就是他出门去看病 家庭医生的这样的一种体系嘛 对不对 然后到你在家里面去看病了 然后出诊 相当于他出诊 然后以及出诊回来的路上 或者是看病的过程当中的 所见所闻所感 所以他作为医生的话 他为什么对这个红色和白色 感觉印象特别深刻呢 为什么呢 血液和绷带 血液和绷带 对吧 这个就是红十字 对不对 没问题吧 这个就是红十字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吧 血液和绷带 然后涉及到了这样的一个红十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red cross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看到了这个血液和绷带之后 对他来讲 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就他看到了之后 内心应该是一种 就是很宽慰的感觉 对不对 也就说明 既然他需要这样的一个内心的宽慰 就说明他之前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受伤 对或者受伤 或者是紧张 或者是有点心绪不拧的状态 也就是自己也很担心 为什么 因为他在字传里面他就写过 他当时这首诗 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下写的呢 就是他给一个 给一个女孩子看病 然后这个女孩子的话呢 大家可以根据这首诗来去判断一下 你觉得他这个女孩子看病是 他的这个病是重还是轻呢 就他是出诊去看病的 肯定是重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完病之后 小推车上面还挂着雨滴 这就说明他是冒雨过来看病的 你想冒雨 冒雨看病的话 正常你想 如果这个人的病不是很重的话 那我们就会告诉他说 你在家里面隔离两天就可以了 对吧 不需要马上来医院 对吧 或者说我不需要马上过去 你这个多喝点水就行了 对不对 所以既然他是冒雨出诊的 那就说明这个小孩子的病重 这个小孩子当时得的是疯诊 疯诊是会死人的 明白吧 所以这个疯诊 我们现在是有这个麻塞风的这样的一个疫苗 对吧 然后现在的话不死人了 但当时的话呢 就是有一定的几率会死的 那这个小孩子呢 他是一个不停的发高烧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Williams看着他 然后他等着这个小孩子退烧之后呢 然后从房间里面 当时是推开了窗户 来去往外面看 看到这个小孩子房间的这个院子 他们家的这个院子里面 有个红色的小推车 然后发出了这种感慨 所以这个发出的感慨 就是对应的是第一节的内容 就是 so much depends upon 有没有感受到 第一 depend表示依赖 为什么用 upon 而不是用on 不是用depends on 而是用depends upon 就是为了凑音节 但是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就是因为 Williams 他也是相当于 我内心非常的忐忑 我不知道这个小孩子 这一波高烧能熬过去 下一波再来的时候 能不能熬过去 我也很担心 所以推开窗户 然后看到院子里面的景色的时候 非常开心 就好像是我们比如说 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考试的时候 你有好多道题目是懵的 你也不知道懵的对不对 然后一出考场 看到了喜鹊叫渣渣 这时候心情就会比较好 如果一出考场 一只黑猫跑到你面前 那这个时候 就是凉凉的状态 对不对 所以Williams 当时也是 一推开窗户 看到了自己最喜欢的 两种颜色之后呢 长舒一口气 相当于是 把希望寄托在了 这样的有一点点小的 迷信的这种感觉了 这就是他的一个心理上面的 这样的一个依赖 对吧 So much depends upon 就有点像 如果我要发朋友圈的话 我会去发这个 叫做回血三连 对吧 我累的时候 我要去看三幅图 对吧 回血三连 然后这个Williams 也是给小朋友看完病之后 也是 我要回血三连 这个回血三连 第一个就是小推车 红色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小推车上面的这个雨滴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小推车旁边的白鸡 对不对 但是这个时候 大家肯定还是觉得很奇怪 对吧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是这三样东西 三样东西 为什么可以给他 这样一种安慰的感觉 第一就是这个颜色 最关键最关键的 就是这个颜色 一个是红色和白色的对比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雨滴 现在是下雨 还是不下雨的状态呢 我们从雨滴能够看出来 这个雨肯定还是有的 但是这个雨 仅仅是存在了 这个小推车上 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为什么 从哪里看出来的 就是从这个白鸡的身上 看出来 从鸡看出来 因为鸡跟鸭子不一样呀 对吧 我们说鸭子的话呢 它是 你沾了水之后 甩一甩就可以了 因为鸭子的羽毛 上面是有这个油脂的 对吧 然后它就防水 但是鸡的话 是不能领雨的 鸡要领雨的话 要得这个H1 H1N1了 对吧 要被扑杀的 对吧 禽流感 它要禽流感的 对不对 所以鸡是不能领雨 不能感冒的 鸡感冒就麻烦了 对吧 然后所以的话呢 鸡出来了 就说明雨已经停了 但是这个雨 肯定是刚停 因为这个小推车 小推车上面 还挂着雨滴 所以就是一个雨刚停 所以我们从雨刚刚停 能够看出来 小女孩的病重 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 很缜密的 一环扣一环 这首诗 原来诗有50多行 后来被这个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缩减成了这么 几行 八行的这种状态 就是因为他认为 我这八行 已经可以 严谨意该的 已经可以 该强调的 就已经强调出来了 把我最想去 表现出来的画面 已经强调出来了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 更棒的一点 是什么呢 就是这里 你看啊 正常我们说 小推车叫做 wheelbarrel 看到了吗 正常小推车 应该叫做wheelbarrel 但是 我们这里是 wheelbarrel 然后rainwater 雨滴应该就是 rainwater 中间没有空格的 但是我们这里是 rainwater 然后接下来 white chickens 为什么要转行 这首诗最棒的一个地方 就在这了 这也是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猜词 为什么他要猜词 我们叫猜词 或者转行 或者我们叫什么呢 如果是用专业术语来讲 我们这个叫做 就是叫做延续行 也就是说 他不是一个 叫做延续行 延续行在这儿 就是他并不是一个 完整的一句话 这一行没有结束 这一行 这句话没有结束 他延续到了下一行 这种叫做延续行 所以这种延续行 或者拆词 故意拆词 它体现出来一种 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们来想象一下 我们来想象一下 这样的一个场景 就是 首先的话呢 是这个 诗人 他是 冒着雨 拎着自己的这个 医疗箱 对不对 然后跑到这个小女孩 家里面来去给 这个小女孩看病 然后看病的时候呢 他要守在这个小女孩的身边 来去照顾他 来去等他第一轮的高烧 退掉 这是在他的这个 就是自传里面是写到的 提到说 当时这个小女孩 鼻尖啊额头啊 都渗出了汗滴 汗珠 然后他自己的额头 也渗出了汗珠 小女孩的那个汗珠 说明他退烧了 而他的汗珠 说明他非常的累 非常的疲劳 然后接下来这个小女孩 他终于退烧了之后呢 然后医生是在坦克不安的同时 也长输了一口气 然后推开了窗户之后 你看这个光线的变化 室内的光线 这是二十世纪初 室内的光线 当时这个光线 还是比较暗的状态 对不对 好 变成户外的光线了 由暗到亮 那我们人的瞳孔 是需要有这样一个 适应的过程的 对啊 你就跟你出隧道的 这种感觉一样 那或者说刚刚 晚上刚刚开灯的 这种状态一样 对不对 或者刚刚拉开窗帘 这种状态一样 对啊 人的瞳孔 是有这样一个 适应的过程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 适应的过程 Williams 就用这种非常漂亮的 拆词的方式 给我们非常形象的 展示出来 也就相当于说 刚刚推开窗看到 有个红色的什么东西 揉揉眼睛一看 哦 原来是红色的小推车 Will 然后Will Barrow 然后接下来说 刚才我来的时候 还在下雨呢 对不对 这是思想的一个 就是大脑当中的 一个思考的过程 对不对 刚才我来的时候 还在下雨呢 对 那那个雨 Rain 哦 现在还是有的 对不对 小推车上面 还是有这个 Rain water的 Rain 然后water 那旁边的 那个白色的是什么 揉揉眼睛 哦 白激 那就说明 雨已经停了 激出来完了 一片大好的景象 对不对 所以 他用这种拆词 就是 这 绝对是这首诗 画龙点睛之底 这个拆词 是这首诗最棒的地方 这也是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他最拿手的地方 最拿手的就是拆词 所以你看 他拆词可以拆成什么样子 我们看到这儿 一句话 一首诗 给你拆 as the cat climb over the top of the jam closet first the rightful food carefully then the hand step down into the pit of the empty flower pot 整个的这样一个 拆词 整个猫的一个命运 到了最后一个单词 才给我们 展现出来 究竟有没有吃到果酱 最后一个单词 才告诉我们 然后包括下面这首诗 也是的 这个spring and all 我们放到一边去 下面这首诗也是的 你看 整个 又是完整的一句话 形成了一首诗 但是这首诗中间 到处都是拆词 所以我们以后有时间的话呢 我们下一次的公开课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来去探讨一下 这个William Carlos Williams 的一个拆词 然后还有就是英文诗歌当中 我们还有这种韵脚 刚才我们只是讨论的是 这个格率 也就是音节的数量 和这个布的数量 几步几步 它的效果 然后我们下一次来去看看 这个格率 韵脚当中的全韵和半韵 有一些什么样的效果 还有这样的一个拆词 有什么样的效果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去 探讨一下这个意象派的 其他的诗歌 然后以及非常传统的 这种英文的 英国诗人的诗歌 对吧 就是这里面 Defedu这个印象 意象很漂亮 对吧 就是黄水仙 然后还有呢 就是莎西比亚的十四行诗 这个是William William Butler Yeats的诗 然后接下来就是 莎西比亚的十四行诗 你看过这个 William William Butler Yeats 这首诗是当年 我老公发给我的 第一封电子邮件 我们读高中的时候嘛 我老公发给我的 第一封电子邮件 就是里面写的 就是这首诗 就是狗粮一碗 对吧 这种感觉 就这首诗 因为他知道 我个人非常喜欢 这个William Butler Yeats的诗 我也非常喜欢 这种各种各样的诗歌 对吧 所以呢 他就发了这个东西 然后这首诗当中的 现在不就是翻译成了 这个中文之后 又变成了一首歌嘛 对吧 变成了一首 一首那个民谣 叫做当你老了 对吧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 莎西比亚的诗 十四行诗 我这边选的就是 Sonet 1 Sonet 18 还有我个人最喜欢的 这个Sonet 160 Sonet 160 116 这首诗是我最喜欢的 以后我们有心 有时间来去 好好去读一下 这一首诗啊 OK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公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吧 OK啊 然后大家可以那个 回头我们在 我们反正有一个大群 对吧 大家可以在群里面 把这个 我发上来的这个文档上面的 其他的诗读一读之后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去探讨一下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来去发上来 我们一起来去讨论啊 OK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了 拜拜各位 拜拜 拜拜啊 拜拜 停止共享和这个结束会议 对 这样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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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